大家好,我叫杨丽 我今年27岁,然后来自河北,然后我单身 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 单身没什么,就平时你觉得没什么很自由 你就是想干嘛干嘛,干嘛也没人管 死了也没人知道 你最害怕的就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那种逼婚的情况 就是我妈是那种很特别的逼婚方式 她会在回家以后突然吃着吃饭停下来开始打量我 然后看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过来拍摆我的头 跟我说杨丽,你要相信你可以的 我第一次觉得有的时候鼓励的话 比脏话难听多了 而且不光父母,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连我弟都不会放过我 你知道今天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弟突然看着我一本正经 他说姐,这么多年了 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啊 我说那你为啥不上清华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是因为不喜欢吗 何必呢 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就是比上清华还难 第一点最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放低你的标准 就是我作为一个待生很久的人 我经常绝望地发现 那些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 他们的男朋友 我竟然都看不上 就是 我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你知道吧 就那种好比说人家国际一线大品牌 都跳楼大甩卖了 我一个三线普通小品牌 还要逆势涨价 然后对人家要求还很高 还说你不要光看外表啊 来来来,你了解一下我的创作理念啊 而且我跟你说 一定要放低标准 我跟你说 现在来说 要歌员来的话 其实脱口秀演员 我一个也看不上 但现在的话 我觉得除了CY都行 调玩笑的啊 有点夸张的你知道吗 CY也行 四个人都行 第二点很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是不管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都瞪大脸 就问他说 傻意思啊 互联网 傻意思啊 这样很快你知道 你就会不如婚姻的殿堂了 你知道 还有一点很难就是 当你们在一起以后 当他深情地 叫你宝宝的时候 你一定要忍住那股恶心 你知道吗 就是 我想想 怎么了 叫什么宝宝 大概都是成年人 彼此放尊重一些 不好吗 就是这样的人 等你们年纪大了怎么办 你们能想象 余老师被叫宝宝吗 他老婆一见到他 宝宝 又抽烟呢 真的 就是恋爱中 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能展示轻易的自己的 我展示过 结果 单身到现在了 你知道 就是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天晚自习 你知道 我正在和我喜欢的男生 一起愉快地嬉戏打闹 你知道 并且时不时发出一些 引领般的笑声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我就越来越兴奋 我就开始 特别大力地晃动我的身体 然后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意外 就是我发现一股气体 你知道 就是 从我的肠道里 跑了出来 而且 它还不是那种 特别低调的气体 它是很高调的 它在出来的同时 还要向世界大声地宣布 说我放出来了 我跟你说 宣布的声音之大 都盖过了我们 引领般的笑声 当时 我方圆周围十个人 全都安静了 我当时看着 那个男生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的初恋 结束了 真的 我真的有很多毛病 就如果我真的 做自己的话 别说谈恋爱 我连节目都上不了 你们知道 我第一次 录完节目以后 答案周 给我的反馈是啥吗 他跟我说 最好 不要在镜头面前 挖鼻孔 我当时想说 一天了 你们从早拍到晚 谁能保证 一天不挖鼻孔 他说 除了你都能 你控制一下 这样播出不好 我说你播呗 说不定播出以后 会有观众觉得 这个女的手长得挺好看的 有一种 让人无法忽略的美呢 然后他说 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住 特别想挖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挖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说 这个好 这有点太像敬酒了吧 你知道吗 感觉可以说 来走一个 那种 就是不好吧 但一下我就理解了艺人 就是当公众人物 真的很难 就好像 你成为了公众人物 你就有义务 把自己那种 又真实 又丑陋的一面 隐藏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他们面临的问题 可能跟我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吧 我的问题就是 我明明想这样 你知道吗 但是我却只能这样 就像有一些 少年偶像组合的成员 你知道吧 他们平时呢 在镜头前 左手右手的 都要慢动作的 放在这边是吧 但他私下里的时候 其实最想放的是在这儿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有些事情 还是很正常的 人家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 我们就不要挖了 就是都经不起挖 你知道如果说 你真的看到他挖笔 你真的看到他干嘛了的话 别说是拍到 你既然亲眼见到了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很丢脸 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你就淡淡地 像他女朋友一样 问他一句 宝宝 又抽烟呢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杨丽 然后 今天的主题是 要做生活的甲方 真的 很鸡汤 就感觉是导演组 从某个观众行文章上 摘抄下来的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要做生活的甲方 要做情绪的主人 这种 你知道 就是 一些美好的愿望 你知道 但这句话 就让我想起 我妈常说的 一句口头禅 你知道 我妈是养猪的 养猪养了十几年了 你知道 所以我妈的口头禅 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不是说什么 爱拼才会赢啊 努力就会有收获呀 我妈的口头禅是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 我第一次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十几岁 你知道 我当时都特别不明白 我说 为啥呀 为啥人就跟猪一样 人咋就跟猪一样了 我妈说 这你都听不懂 你真笨 笨的就跟猪一样 但是 明不明白 可以先放一边 这句话真的特别有用 你发现你要相信这句话 你的人生 从此不再拥有任何烦恼 前一阵 我爸 他有一个朋友去世了 然后很难过 就在那哭 然后我妈特别温柔 就过去安慰 她说老杨啊 别哭了 别多想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我爸那个脸色 就跟猪肝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你不能怪我嘛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强悍的人 你知道吗 可能是跟他做养殖有关 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对生命变得比较麻木 你知道吗 就是 他手上有一个特别深的疤 但不是什么割腕留下的 是他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在给猪做烟割的时候 然后有一只猪不知道为什么就拼命地反抗 不知道为啥 可能想做生活的甲方吧 对吧 你知道 就 拼命地反抗 然后就把那个刀子踢偏了 然后我妈就割伤了 留下了一条疤 你看这个故事 你猛一听完 你都不知道我妈和猪 到底谁更值得同情一点 就到现在了 我妈淹珠这件事还是亲力亲为 我有的时候看到她在那咔咔 我都觉得 说什么金国英雄 让雄性黯然失色 我妈让雄性不再是雄性 我妈是那种 就一心都扑在她的工作上 导致她有点忽略我们的感受了 然后很过分 因为她是这样 她养猪养得特别好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村 谁家猪生病了 都会来找她 来探讨病情 但是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吗 然后吃着吃着 你就看见一个标形大汗 推门就进来了 特别焦急 说嫂子 我跟你说 我家猪又拉稀了 她给我吃饭呢 再也不算过分 最过分的是 我妈这个时候 问出我童年中 噩梦般的一句话 她会特别胸有重铸地说一句 拉啥样呢 然后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 一顿描述 你知道吗 也说不清楚 就在那 挺稀的 但是也没那么稀 就是那种混合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粥端过去 我就说 别说了 是不是这样的 别绕了 直接说吧 太狠了 就是真的很强悍她 而且我不知道就是 你们父母是怎么培养你的 我妈培养我的方式也很特别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初中的时候 他们都给你报了什么兴趣班 但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妈非要教我如何给母猪接生 我说妈我不想学 她说你学一下吧 你看你长得这么普通 将来需要一门手艺 磅身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从那以后 你知道我每天晚上就很努力 你知道吧 努力学习母猪的产后护理 第二天上课特别没精神 老师说你这么没精神 你干啥去了 我说我去给母猪接生了 他说你咋不说 你去给恐龙孵蛋了呢 没有人相信你知道吗 主要是最残忍的是什么 就我当时十几岁 花样少女 每天就是想着谈恋爱的年纪 但我每天晚上 不是在给喜欢的男生写情书 而是在给猪剪期待 同时剪断的 还有我对爱情的期待 真的 有的时候你知道 你还会一边剪 一边念的 就像你们那种 摘玫瑰花瓣一样 我就是摘猪 你知道吗 就生一个就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诶 怎么不生了 快加油 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他就爱我了 yes 生了 我就知道 他肯定爱我 爱我这个真正的猪猪女孩 就是你知道 你也很无奈 你也没法怪我 因为我妈真的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她 她这样 尤其是跟我爸相比 就在我们家是这样 我们家的分工是这样 我妈要负责做很多事情 就你肉眼所看到的家务 都是她做 比如说洗衣 做饭 养猪 养孩子 还有抽时间和我奶奶吵架 你知道吗 就是 我爸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做自己 就每天啥也不干 一有空就坐在沙发上 做自己 你怎么爱做自己 你咋不去搞说唱呢 我妈就是 连电焊都精通 我爸连猪圈都不进 你知道吗 她也有理由 说自己天天在外边跑 身上有细菌 会传染给猪 你听听 她怕传染给猪 都不怕传染给我妈 因为她知道 我妈真的特别强悍 然后 我妈现在也60多了 我平时很少跟她聊天 但是只有当我特别 焦虑的时候 会跟她聊一聊 比如说前一阵 我们就聊到 我就说我很想生孩子 但我特别怕 照顾不好他们 然后我妈听完就说 没事 你生完交给我 我喂猪的空隙 就帮你喂了 真的 特别爱惜 就是 你们眼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 会莫名其妙焦虑的人 我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 连男朋友都没有 我就开始担心孩子了 你知道 急得都不顾流程了 就是 我就很佩服我妈 我觉得我就这样不好 我就是太希望什么事情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以后改 你知道吧 我向我妈学习 我觉得生活一切就随她去吧 我不想做生活的甲方了 你知道吗 我只想做一个 简单快乐的 猪猪女孩 好 谢谢 好 好 好 够呛的 我准备的比较长处 我尽力吧 你呢 我感觉自己准备的差不多 而且准备的还蛮久 应该还行 有信息 对 各位好 我问小家 前阵子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哇 他讲的是一个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励志了 他从来没想过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我妈特别爱看 看到人还会说 学学人家这么严重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还是不够严重 她的萌豆太可怕了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然后这个角色呢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在一个小房间看二十多个小孩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的啊 啊好啊啊啊啊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会不会太严重啊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爱爱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学你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惚惚惚有一种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因为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模仿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啊 我真的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节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孕禅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我只能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享单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机场机动车道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在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华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狗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来旅游的 来旅游那你有钱吗 这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旅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 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哼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 就是道德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你别动 你再动 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我是斯文 非常开心 今天我又是唯一一个进决赛的女生 最近很多人问我 他说为什么女生做喜剧的这么少 女性做喜剧到底有什么障碍吗 那我今天讲讲我跟喜剧的故事 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搞笑的东西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家几十本笑话书 当时我觉得市面上已经没有我没看过的笑话了 但我妈有个男生 他看的总是比我多 有一天我问他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说 男厕所小便池的墙上贴了好多笑话 可好笑了 把我给难受了 你知道我还专门跑到男厕所去看 你知道 站在那哈哈大笑 然后一个人进来问我 都说你是上厕所的吗 你走错了 我说不是 我还看笑话的 我经常在想 为什么女厕所墙上就没有笑话呢 我想这就是女性做喜剧的障碍吧 而我通过自己的勇气 打破了这种障碍 我觉得做喜剧呢 其实很受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经常觉得我身边的人实在太好笑了 我是一个陕西人 大家知道吧 我们那儿好多方言特别的彪悍 比如我们高中化学老师 他上课就用陕西话讲课 我们高中化学老师 第一次到我们班做自我介绍 我们全班都震撼了 他是这样说的 那儿的名字叫钱启峰 那儿叫花学 那儿的性格恨厚 当然那儿有缺点一个 那儿最大的缺点是 普通话设不太厚 我真的我经常听我们老师讲课 我感觉他自己在跟自己吵架 一吵就是45分钟 而且你会发现 跟这样的老师上课 你会发现 名字起得再好听都没有用 我们班有个女生叫梁珊珊 我们老师每次一点 梁珊珊 把你给吓死 而且呢 我们田老师 每一句话都质地有声 我觉得如果让他来给我们赞助商店广告 肯定效果特别好 比如说一句正常的广告 我们的超补水的音术 我们正常是这么念的 音术透明智酸小白瓶 补水修复就用音术 我们老师肯定会这样念 饮书不睡 炒鸡不睡 炒鸡无敌不睡 其实我小时候呢 是个挺孤僻的小孩啊 我发现只有讲笑话的时候 我才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就比如每次体育课的时候啊 好多不运动的同学在一块 大家就聊天嘛 他们说啊 又到了斯文讲笑话的时间了 然后我就讲 哇 讲着讲着一个男生说 斯文 你是不是偷看了男厕所的笑话 听得我都要笑尿了 而且上学的时候 我天天在学校里面模仿同学 哇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次呢 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班一个男生啊 在同学度上给我留言 他说 王斯文 你知道你在模仿别人的时候 别人心里有多痛吗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有点惊讶 然后我立刻用他的语气 把这句话模仿给另外一个同学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哇 他在那边就这样看着我 他就这样看着 他说 王斯文 你真是一个笑话恶霸 我太喜欢笑话恶霸 这个称好了 真的 我觉得比脱口秀女王厉害多了 我就连在自己的婚礼上 都忍不住搞笑 你知道吗 当时我记得我们几个站在台上 然后自疑问程璐 他说 新郎 有什么话想对新娘说吗 程璐说 亲爱的 我要爱你一生一世 我心想 哎 自己的婚礼上 能不能说点真话 然后四一问我 我说新娘 那你有什么话想对新郎说吗 我说没有 我四一当时都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接 他说哇 新娘真是太幽默了 然后台下的父老乡亲 议论纷纷 哇 这个女的好老恋 肯定不是第一次结婚 我后来上了电视啊 我也是在电视节目上调侃这个调侃那个 我以前说过我们陕西人不爱吃米饭 结果很多陕西人给我发私信特别神奇 给我说 我告诉你不要让我在陕西看到你 小心我把米饭塞到你鼻子里 我后来还在电视上调侃过空姐英语不好 你又没有觉得空姐英语真的很不好 就他们说话又快又不标准 我经常觉得空姐说英语的时候 在啃地瓜 就啃那个好地瓜 哇 每次说英语之前啃一口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Come to the kitchen Do not you dare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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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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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lay lay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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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 所以我现在坐飞机特别紧张 你说万一我遇到一个陕西级的空姐 你好 请问你知道鸡肉米饭还是牛肉面条 鸡肉米饭 好的 麻烦把鼻子张大一点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了 但是我现在每次坐飞机真的很紧张 我就特别怕被空姐认出来 有一次我真的被空姐认出来 他就见我 他就说 你好 你是讲脱口秀那个斯文吗 我说 是 我特别怕他打我 但他说 我可以跟你合影吗 我说可以可以可以 他说那你能在纸上给我写几个字吗 我说可以 我说你想写什么 他想不想说 他说 那就写喜乐平安吧 我当时特别内疚 我在想他们的愿望是如此的简单无私 而我却在调侃他们英语说的不好 我觉得我真的不是人 我在想喜剧带给人的到底是快乐还是伤害呢 后来我想了想 我觉得坐空姐是她的职业 我应该尊重和理解 但做喜剧也是我的职业啊 对吧 于是呢 我就在纸上写下四个字 喜乐平安 然后问他 那你知道 喜乐平安用英语怎么说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呢 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真的是好久不见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见面礼啊 就是我上铺的兄弟 对 他一会儿就会上台让大家开心开心啊 乐呵乐呵 对吧 这个男人嘛 对吧 独乐乐不是重乐乐 今天呢 大家都在聊存在感啊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有存在感 漂亮的 对吧 有气质的 对吧 说脱口秀的 不要再说我了 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女人呢 想要有存在感啊 最归根结底的一点 就是要经济独立 要有钱 就你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跟你说的什么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冒美如花 你相信我 就算你再冒美如花 他看你时间长了 怎么看你都是如花 就是你晚上一回家 说 哎 老公我回来了 不要叫我老公 先把手从鼻孔里拿出来 当然我说的有钱呢 不是拜金 而是要经济独立 因为我觉得女人只有经济独立呢 你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 而且就算是你结婚了 你就会发现啊 两个人在生活中是很不对等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她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但是你却很难厌倦她的金钱 你根本不可能抱着她的钱说 哎呀 好烦啊 每次他们都是一样的钱 就没有那种新出版的图案 不太一样的人民币嘛 而且呢 我跟你说啊 女人啊 即便是美貌 也需要你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因为你可以买很多衣服呀 护肤品呀 半美容卡 对吧 那俗话说得好 没有丑女人 只有穷女人 就你别看吴欣现在长得漂亮啊 你都不知道她以前没钱的时候啊 有多年轻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啊 两个人的相处 其实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拼 你看很多父亲闹矛盾嘛 对吧 都是女方要回娘家 我觉得很凄惨 凭什么 对吧 而且那男的他不去找你 你还不好意思回来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说 这是我的房子 回你的娘家去吧 Go home 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就会有个道歉 他说 哎呀 我一个大男人 回什么娘家 这里不是娘家 圣死娘家 而且如果你没结婚的话 那经济独立就更重要了 你想想 为什么很多男人相亲的时候 特别喜欢标榜自己 有房有车 哎呦 真的很烦这种男人 但是呢 你想想 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有房有车四个字 是不是像滤镜一样 蒙蔽了你的双眼 哇 你看他你就会觉得 哎呦 这个人 除了人不行之外 其实他都还挺好的 但如果你有钱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找一个好笑的男人 对吧 他挣不挣钱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是个男人啊 对吧 那想当年 那谈恋爱的时候啊 我的闺蜜就选择了一个大款 而我呢 选择了没房没车的乘路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我觉得我是独立女性嘛 我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对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果不其然 我的闺蜜过得比我幸福多了 但是我不后悔 每次想到这些呢 我都会留下两行独立的泪水 当然我跟我老公 现在在一起很开心啊 我俩其实是非常恩爱的 就是以前我老公 老是不爱工作嘛 我天天催他去上班 他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 都会撞过来跟我说 哎 不上班行不行啊 我说你不上班 我养你啊 对啊 你养我啊 但是我经常觉得啊 这个社会其实对女性 非常的不友好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如果女人没有钱的话 她觉得你没有存在感 但如果你太有钱呢 她们就会对你有偏见 你想想啊 女人一旦有钱 是不是就会自动 获得一个称号什么 富婆 你听这个名字 又老 又有钱 你就感觉她下一步吧 就是找你中金求子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女人呢 不管婚前婚后啊 都一定要经济独立 一定要好好挣钱 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 是挣出来的 就是女人啊 不要问男人 能给你挣多少钱 好好问问自己 能给男人挣多少钱 好吧 不说了 我挣钱去了 谢谢大家 好 大家不要光顾着笑 还是记得给新闻投票 来 三 二 一 请锁票 很好 真的啊 特别好 感觉我的票数很难超过你了 很舒服这样的 真的吗 很好 我感觉她至少能比我高个五 三五十票 是吗 表现还可以吧 就跟平时差不多 她每一段都是用 很强烈的观点 来吸引住观众 然后让告诉大家 她要说的 她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用一个很强的梗 把它接住 就每一段都是 几乎都是这样完成的 再留下一两句吧 哎 就是除了冠军是 应该是忽兰 亚军应该是卡姆以外 一切跟我想的都一样 然后卡姆刚才的表演 非常完美 只有就一个评判 那个段子你们看完 那个到底是我抄了她段子吗 你们就自己评判吧 好吧 卡姆懂喜剧 但不懂段子 真的是 好 那我们谢谢王建国 他就是我们2019年 脱口学员拍航榜的第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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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耳朵了 哇 今天题目叫 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 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啊 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 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 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 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 我真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两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我给我爸发微信 我说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写了嘛 写了 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回来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11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 2000多字的稿子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 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这就是 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我爸写的 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 剩下那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效大会 人家听我说 他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 家里非常艰苦嘛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 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翻了翻 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嘛 说你这鸡蛋酱 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 往咱家那个大酱缸里面 打一个鸡蛋 咱们天天吃鸡蛋酱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剩下 我就都用了嘛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嘛 旁边偷口球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 对吧 他觉得我偷口球 比到最后居然还要拼爹 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就我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 我爸就是拿了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哎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脱口球 怎么不舍得放梗呢 你这脱口球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梗 天天能说脱口球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我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来了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就去跟他喝 我说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绕口令啊 什么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 喝不够 感情铁喝吐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会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位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越喝越happy吗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英国人 都嘀咕 你知道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说 几个菜也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就是 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一会儿 他说我的神啊 我爸说 哎呀啥什么神的 叫哥就行 说实话 我爸那两天 看似云难风轻 其实挺紧张的 他偷偷买了一本国际法 看看会 会不会产生一些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 永远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不为过 结果英国人特别通行 大家就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喝了一顿道歉酒 真的 这次吸取的教训 特意换了懂生活 更快乐的老村长酒 喝的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啥叫懂生活更快乐 我说就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我今天这段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那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声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声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有什么好吗 好 今天的主题是 笑着生活的解药 我想说 就是 今天的题目是 笑着生活的解药 你们都同意这句话吗 同意 就这边观众可能放松 你们不用那么紧张的 今天虽然是决赛 但是是我们比 大家可以放松一点 我感觉今天有的观众 比我们演员还要紧张 刚才我就在门口 我看到现场导演说 今天的录制是冠军总决赛 一个女孩 呜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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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塔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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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又大 赶快 赶快 看快 赶快 看快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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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就找个借口 自己放松一下 咱不用紧张 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也是 把这比赛弄得这么激烈 干嘛 赢了又没有奖金 赛制还异常残酷 赢了又怎么了 赢了就是脱口秀大王 脱口秀大王 就可以管理这个脱口秀帝国了吗 没有 没有任何权利的 最后还是李旦在管 他算什么 脱口秀王中王 所以我早说了 我不要当什么脱口秀大王 我只要我们公司 51%的股份 有了这个股份 我可以直接开除脱口秀大王 到时候我李旦也开除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鱼谦也开 说话信息量太少 就剩下我跟无形老师两个人 手拉着手往前走 在CP评委的道路上 永垂不朽 还有人记得今天的主题吗 笑对笑 笑对笑 其实我和你们一样 但我平时也会看一些那种搞笑的节目什么 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就是这个口味会有点不太一样 就正常的喜剧节目不会让我笑出来 这节目我从来没觉得好笑过 我从来不看 我只看那种把人陷入困境的节目 就比如说那种变形剂那种节目 哦 太好看了 哦 经常把一个那种城市的小孩 让他拉到农村 让他待上两周感受生活的不易 那个男孩那种刚到农村特别兴奋 对于那种农村充满那种向往那种 一进门 奶奶 你好 我是你的孙子换来的张志强 特别兴奋 奶奶奶奶 我在城市是跳街舞的 是玩HIPHOP的 那奶奶 HIPHOP的 HIPHOP的 好吧 POP POP 然后男孩就开始感叹农村的美好 啊 这空气太新兴了 我早就厌烦了城市的喧嚣了 一周后他又呆逆了 在农村里偷了辆旅车 就开始往市区跑 奶奶骑着电动车就追到了 奶奶一拍他肩膀 他就装着奶奶泡泡 两周的义苦思甜生活 让他知道生活的不易 回到城市的家门 一进门就跪下 父亲母亲 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孩子给你们送一块牌匾 刮起来一看 再生父母 这片的成语水平不太行 被一个维吾尔族朋友教育了成语 然后就开始给家里人提建议 爸 我觉得咱们家客厅不应该空着 他爸说你的意思是 种一块地 把那木地板掀了 用开水把混凝土烫成红土 再种点韭菜 辣椒 椰子树什么的 还有一种节目 还有一种节目 一般叫什么什么保卫战 那种我也特别爱看 就什么什么保卫战 什么什么调解员那种 哦 那种节目也太好看 那每一期的 他每一期的名字一听就特别好看 就特别想看知道吧 那种败家四十万的石猫妈妈 逃跑的孝子 在酒吧里搂着腰页女孩的小眼脱口秀 有人括号可能是某公司高管 太想看了 太想看了 那种节目真的太好看了 一般先生上来一个当事人开始状告那种 他当时赌博欠了他们那个四十多万 那人口音就莫名其妙 当时他赌博欠了他们四十多万 然后一个镜头打到那边 他还给那个叫小静的补办 登登 现场观众 然后主持人还先事情不够大 小静是谁啊 小静就是他老婆 主持人问那你是谁啊 登登 我是他邻居 我就来转告他最近太顾佳了 这个收尾不好吗 不好笑吗 我真太莫名其妙 我以为是我整天稿子里面最好笑的部分 居然不好笑 我接下来的部分 我接下来的部分 我会非常愤怒地讲下来的 这种节目 太生气了 你身影小点不扬 没完了 这种节目一般 还有个家庭调解员的成分 一般叫张教授什么的那种 他那个建议 大家会综合各个因素 综合各个状态 你能提出一个超级建议 那个建议你一般听完就 哦哦哦哦哦哦 我跟我女朋友 不就是第四种威胁扭曲 亚健康情理关系吗 然后他还满嘴那种台湾腔 知道吧 他会那种专业词汇 那种总结出一个专业建议 然后用台湾腔告诉你 台湾腔你一听就觉得 什么都没有他专业 他说什么都很专业 就那种 其实这两个家庭 间的生活状况 矛盾综合在一起 是有一些问题的 其实现在可以看去 整个这个家庭当中 是有一些矛盾存在的 那存在既合理 但是合理在哪里 这四十五万元的外债 到底出现在哪里 啊 程璐 出现在哪里 你想聊一聊吗 聊一聊怎么就出现在你那里 我觉得咱们节目要这样 我肯定看 我觉得肯定特别好看 程璐一上台 大家好 我其实跟斯文早就已经 七年只养了 一年比一年养 年年都养 就是然后后面养得受不了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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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接交了一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 然后我就养成了一个 坏毛病主持人 是赌博嘛 谐音梗 当时 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就是我认识了卡姆 然后卡姆把我带到 不三不四的酒局上 给我介绍了建国 他说这位是建国 然后我就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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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我想要的笑 我就是希望我讲的笑话 大家就是这样 不仅思考莫名其妙的一顿暴笑 而不是拿这个投票去 这个段子的铺垫好笑 有点缺乏逻辑那种 其实我们用搞笑 我们用搞笑来比赛这件事 本身就很不搞笑 脱口秀比赛 我觉得赢的人不是最搞笑的 是最能比赛的 比赛不是生活的解药 笑才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